还有我们在第九课中还讲过另外一个句型 叫有的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叫there is no shortage of something shortage叫缺乏不足没有 再加个no是双重否定 所以咱们翻了有的是 到处都是有的是某个东西 后面跟不可数名词或可数名词付出都行 但是它前面都用there is 因为它中心的这个名词是shortage 而不是后面的一个名词 所以后面无论跟可数名词付出 还是不可数名词都是there is 我们来复习一下在第九课中 就是四十六页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四十六页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看这句话 of course New York is the ideal place for such an interesting study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当然了 纽约市对这种有趣的研究来说 是一个理想的场所 因为那里有的是高楼大厦 看到了吧 尽管后面是tall buildings 但前面一定是there is 因为它中心的主义是shortage 好 这是有的事 再回忆 还有一个句型叫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也是第二步就用加抽象名词 是什么意思 叫有点道理 什么什么东西里边 有一些真实性的成分 我们翻唱有点道理哦 并非是瞎说 有点道理 这个除字在哪里呢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十二课 在五十八页第七行 五十八页第七行 perhap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both these pictures but few of us have had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可能呢 这两种对荒岛生活的想象 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 但是我们之中 却几乎没有人有这个机会去亲自弄个究竟 有点道理可以用它 咱们再回忆一下 很有道理怎么说 那就把an element of 换成a good deal of就好了 大量的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叫什么什么 有大量的真实性在里面 咱们再回顾一下第九课里面 第九课出现过 在这个四十六页的第七行 四十六页第七行 apparentl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this idea 显然这种想法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猫有九条命这个想法是很有道理的 这是咱们先复习一下 在以前讲过的 还有生活中常用的一些derby剧情 加无灵主义这个书面 有一个五星级剧情 那么翻回头来 我们再看看本文中这个 本文中后面的加的名词是hope there is always hope 这个hope在这 它既可以反正希望 也可以反正可能性都可以 总是会有这种希望 或反正总是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都可以的 那么这个hope这个词 也经常放在derby剧后面 当无灵主义来用 它后面既可以用off 来引出同位语 也可以加上that引导的同位语从事都可以 这个时候这个hope 既可以当可数名词 也可以当不可数名词都可以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例子 看到的就可以放心用了 比如说看以下几个句子 there is little hope of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condition 我说呢 它现在情况要好转的话 已经几乎不大可能了 就几乎没有这样种希望 或者可能性了 这个little来修饰 这个hope在这儿 可以当作一个不可数名词来用 这个搭配记住 there is little hope of 当然也可以用 there is little hope that 或我们用that引导同位语从句 像本文中一样也可以 off引出同位语 可以或that从句也行 再比如说 there is still a faint hope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reach an agreement 我说 there is still a faint hope that 这个faint是什么意思 是微弱的 大家还记得在第十课 泰坦尼号的沉默 一个微弱的震颤的声音 微弱的 什么意思呢 依然有一丝希望 一线希望 依然有一丁丁点的可能性 在这里面这个hope当可数名词来用了 前面加个 这个搭配直接背起来了 there is still a faint hope that 或者也可以用 there is still a faint hope of 都行 看见后面加什么成分了 就是双方呢 依然有一线可能性 会达成一个协议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依然有着希望 有着可能性 再比如说 it was rush hour and there was no hope of getting a seat 这个rush hour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33课刚刚讲过 这个词一般时代 不可数名词 叫交通高峰时间段 morning rush hour evening rush hour 早高峰晚高峰 那么现在正是高峰时间段 并且呢 要找到座位的 根本不可能 there is no hope of 或者也可以说 there is no hope that 这个都行 当然用在疑问局中也可以嘛 咱们再看看 is there any hope of gett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project 我说这个项目 我们得到一些金融上的 金钱上的支持 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 是否有可能性呢 is there any hope of 这个可以怎么来用 当然后面就跟大峰句也行吗 我们和上大的也可以 加峰句 is there any hope that she will change her mind 这个女孩子 有没有可能改变主意呢 是否有可能叫 is there any hope of 或者 that 都可以 所以看到这个hope 也经常把它的 delive 句型里面搭配 我们见过的 这些黄烟色的句型 都可以放心用 非常精彩的句子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 长长的句子里面来 那本文中说 有什么可能性呢 看后面这个 hope 后面的同位从句 他说 that in its labyrinth labyrinth 词汇表里有 是表示这个迷宫的意思 但不能翻译成 在他的迷宫里面 你看这个后文 咱们注意译文 159月这个译文 在译文第三行 这个翻译的好 在发霉的 发霉的就是后面的musty 阴暗的 阴暗的就是dark 杂乱无章的 杂乱无章就是disorder 乱七八糟的 好 后面还有一个 迷宫般的殿堂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labyrinth 在这做比喻 它这个预体 像迷宫一样 它根本不可能在 古董店里盖迷宫 迷宫般的殿堂之中 为什么呢 这涉及到了一个 英语中常见的比喻 比喻的方式是特别多的 其中有一个方式之一 就是我们借字off 在off之前是预体 在off之后是本体 后面的本体是 发霉阴暗杂乱无章 杂乱无章的房间 它的预体呢 一体就是迷宫 像迷宫一样的 这些杂乱无章的房间 是这样的 我们看几个例子 你像我们说 a boy of a girl 大家还记得这个比喻吗 我问大家 它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它是个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 一个假小子 我这些流行词 叫伪娘 看着是 这个这个这个 也不能叫伪娘了 伪娘正相反 伪娘应该说 a girl of a boy 老实说法了 a boy of a girl 就是假小子 就特别特别像 男孩的女孩 总之呢 男女分不太清楚 本来呢 从生理结构来看 是个黄宽大姑娘 但是呢 特别像个小伙子 就是打扮 穿着打扮 踢一个大光头 望着膀子 胸前纹着两头带鱼 拉四条狗 揉几个铁球 往那一站 跟黑社会老大事 离近一看 哎呦 黄宽大姑娘 a boy of a girl 可以这么来说 一个像男孩的女孩 当伪娘呢 就得翻译着 a girl of a boy 用这个就好了 下面咱自个儿 看一看 an angel of a wife 这咱翻译一下 怎么翻译呢 一个天使般的老婆 哎呀 家有先妻 哎呀 太漂亮了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正好 天使一般 下面我们自己说说 一个宫殿般的房子 哎呀 豪华呀 像宫殿一样 咱先说一个宫殿 a palace 在后面再说房子 a house a palace of a house 一个宫殿般的 一个大房子 哎 再比如说 花园 花园般的瑞士 一个花园 叫a garden of瑞士 咱们见过 Switzerland a garden of Switzerland 花园般的瑞士 可以这么说 哎 再看一个完整句子 Jane is a submissive lamb of a girl 那么 Jane 究竟是绵羊 还是女孩呢 当然是个女孩子 咱们翻译呢 Jane是一个 怎么样 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的一样 一个女孩子 哎呀 低眉顺眼的 说什么 好吧 就这样一个女孩 像温顺的小羊羔的一样 你看 前面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 注意用这of做比喻 本文中是迷宫般的殿堂 这个就翻译好了 好 这是在这个殿堂里面 怎么样呢 a real rarity rarity就是rare object rare的名词形式 就是rarity 它表示稀罕珍稀 这个意思是不可数的 但表示珍稀的东西 稀罕的东西就可数了 本文中是表示珍贵的东西 怎么样呢 will be found 将被发现 在哪 amonst 我们老师 在十七课咱们讲过 复习 amonst 就类似于 这次amonst 只不过amonst 文气一些 口语中一般不说 咱们还讲过吧 wilst 其实就像那while 同样这黄颜色 这比较正式 还有在什么什么之中 mist 其实就类似middle 我们在这个两山之间 有一条大河流过 十七课讲过 in the mist which flowed the great river 讲过这个 所以在什么呢 在pile就大堆了 大堆大堆的 assorted junk 这个junk不说了 就废品破烂货 这个assorted叫各式各样的 各种类型混杂在一块的 或者翻成石井的 这个很多东西混在一块 这个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看看用在什么场合 体会它清却含义 比如说assorted vegetables 叫做各式各样的蔬菜 可能要做一个沙拉 什么青椒啊 什么生菜呀 胡萝卜 混在一块的这种 叫assorted vegetables 对吧 各式各样的蔬菜 混在一块 再比如说 a box of assorted chocolates 一种各种口味的巧克力糖 混在一块 一大盒巧克力糖 这个在食物科 李老师说过 chocolate 如果表示纯巧克力 是不可数的 一旦用chocolate 一定是表示巧克力味的糖果 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糖果 有什么酒芯巧克力啊 有什么加针子 这个巧克力糖啊 有巧克力皮的 有乱七八糟的 混在一块 一大盒 也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tools of assorted sizes 各种尺寸 混在一块的 各式各样的工具 可能一个工具包 对吧 a tool kit 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工具 混在一块 这钳子有各种型号的 再比如说 swim suits in assorted colors 就各种各样颜色 混在一块的 这样一些泳衣 有红的 蓝的 黑的 白的 紫的 什么颜色都有 各式各样的颜色的 就assorted 所以assorted可以表示 各种各样东西 混在一块的 百分之中就是各式各样的 这个废品 junk 尽管有很多 但junk不可数 所以不能加识 我们再加这个 这个 定义从 that littered floor 就是混在 这个杂乱的堆在地板上的 这些破烂货 litter老实讲了 叫这个胡乱的堆满某地 所以后面 直接用地板做的 定义就好了 好 第一段呢 先描述了一下 这个大多数人都喜欢 这个古董店 而且一般平民化的 亲民的古董店 大家都愿意去 解释这个动机 都想发财嘛 但是这幸运的发现 还不知道是怎么做出的 我们在后面的段落中 慢慢会解释这个谜底了 好 第一段 跟老师先看到这儿 好 第一段 好 第一段 好 第一段